前无线电视总经理陈志云宣布将会无限期延迟前往外国游学的计划 今日起出任商台行政总裁一职 并为此召开记者会 扩别了商台18年的陈志云在记者会上表示 因为香港正值大是大非的时代 亦是前所未有的混沌时代 所以他将连同商台台前幕后精英携手合作 为市民服务带出更多事实和分析 令港人对前路及选择又更明确的决定 在短短15分钟的记者会后 陈志云又要赶到林以诺牧师的动读校音乐步道上现场 所以匆匆离开 我相信这个就是要将这些嘉宾给王永李慧玲 但等于他们会不断为大家作出最新的分析 还有为大家收封 收完封还要和大家去策解一下 如何去阅读 还有希望提供多些资讯 给香港的市民 让他们有一个意见 意见得到一个好平台 不会歪曲他们的意见 来发放给大家知道 等到可以有份投票的人也好 在权有位的人也好 他们能够知道香港人究竟是需要什么 it 像 mix allow 與 好 moi 好 好 谢谢观看